8月17日上映的欧洲互略首日票房超过9200万,接着第二天就跳水至2200万。 8月19日中日,上映第三天票房再次腰斩,仅1000万出头,预计最终票房1.5亿左右,去掉宣发成本。 制片方收回票房仅能有4000万左右,欧洲攻略集结梁朝北、吴亦凡、唐烟、杜珍、林子祥等演员,还有十多位能说上名字的配角。 电影院负义大力取景拍摄,电影中也有不少外籍演员客串,演员片酬加上制片成本至少6000万以上,所以欧洲攻略赔钱没有悬念,至少也要亏制片方千万以上。 最惨的是上映到第三天,欧洲攻略就票房垫底,不但排在演员阵容忍不及自己的心乌龙怨之笑闹江湖后面,甚至还不如已经上映24天的西红柿首富,不由让人费解。 为什么欧洲攻略如此不受待见?难道演员都摆醒了? 从豆瓣评论来看,网友普遍吐曹吴亦凡和唐烟的演技,但真该这两个人背歌吗? 毫无诚意创作出中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剧本,可以说这是电影的灵魂,但欧洲攻略从最开始剧本阶段就出了问题,作为系列三部曲,东京攻略,韩城攻略谈不上出色,但至少都有用心编写的故事,不管是找人还是缓缓相后的抢夺东西。 起码具备有的紧张和悬念,但到了欧洲攻略,只见意大利的景色,完全看不到攻略,别就和导演过于追求娱乐性,想面面俱到,多融入一些元素。 结果是哪边都不讨好,攻略不行,爱情尴尬,就连名字都是漫漫的草点。 洛西,黑白无常,开发各系统叫上帝之手,名字都像闹笑话一样,是不是太不认真了? 故事上的草点和Bug更是数不胜数,CIA一言不合就开大,黑手党嚣张拔骨,强战,爆破连发不断,当地的警察呢?军队呢? 典型的编剧,想到哪写到哪,完全不顾逻辑场时,正面角色都跟神仙一般。 既然一个可以监视全球,一个可以调动导弹,定点清楚就好了,还用那么复杂的打来打去吗? 剧本本身不及格,就算演员有很好的表现节目力回天,不屑回想一下成龙最近那部激起积雪,成龙的打斗还是熟悉的味道,结果怎样呢? 还不是被网友骂个口血淋头? 这样不认真,过家家一样的故事,就已经决定电影《栏挂六分》,浮夸的动作,该挂成龙。 欧洲攻略导演马楚成,曾是香港金台摄影,近影影团也有数十年了,动作指导是成加班第五代的韩万华,造型设计新中文,主演梁朝伟也是香港演员。 所以说,欧洲攻略,是香港的幕后班底并不过分,那么刚产片最擅长的是什么呢? 枪斩和动作,有成加班的人来做动作指导,动作方面怎不会差吧? 结果会发现,不知是不是因为档期他赶,整个动作从设计到表演都非常敷衍。 尽管几个演员没,又动作功底,但也不至于如此花拳绣腿,完全没有力量感啊。 显然韩冠华还是太年轻,绝不会控场,会像他举导的大兵小将,还不错,那是因为有成龙,离开成龙真的还是不行啊。 长战也缺少有成余的设计,只是在铺张爆破场面,试图用打官刺激来征服观众。 这一点也是很傻的,你爆破再猛,能猛过变形金刚吗?看看上一部变形金刚都被网友喷成什么样了,导演怎么就不长点心了? 演员让人无力吐槽写到这里,演员真的已经懒得吐槽了,从剧本到制作都缺乏诚意,其实就算带好的演员也很难出戏。 更何况,吴亦凡和唐烟一个表情,演完整部电影的演技,也实在很难扶重。 不过话说回来,如果电影烂,票方差,完全让演员背锅显然不公平,吴亦凡确实演技质嫩,但也要看沈用,是不是给到合适的角色。 在管虎的老炮玩里吴亦凡就很合适,也没有拉低电影的分数,很显然,欧洲过略在选角的时候,也是出了问题,只想着商业性上,能不能弄一个有噱头的组合,而不考虑是不是合适电影。 于是才出现如今这样尴尬的情况,Z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谢谢大家。